火災警报响起 长照机构人员按照事先编组 执行通报 抢救 避难疏散 救护等任务 按部就班彻底行动不便的长臂 平洞县政府长期照护处 在私立野资源老人养护之家 举办全日型住宿机构 复合式防灾事办演练 提升机构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应变能力 熟悉防灾步骤 不管是老服机构 护理之家或住宿型机构 他所照顾的对象都是一些 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失能程度 也比较需要由我们来照顾 那当有一些災害发生的时候 包括可能有地震 甚至停电 停电之后这个跳电走火 有了火灾的情形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 透过软硬体一起来做努力 才能够在当下发生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应变 平时我们的演练能够实际在 需要的时候能够让同仁很熟悉 能够进入救藏的部分 防灾的用心 然后住民住的安心 那我们的家属才能放心 把长辈托付给我们 因机构内住民大多为行动不变的长者 避难疏散SOP要务实也要扎实 这次演练模拟台风停电 夜间火灾等突发状况 在夜间值班人力较少情况下 提供简化紧急应变流程 同时验收机构内人员教育训练 与防灾设施设备操作成果 防灾的演练绝对不是一次就能够到位 或者说一次就可以的 所以其实像这种大型的演练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一年 至少有上半年下半年都有这样子一个定期的演练 不过这边也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复合式大型的演练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其实都会有小型的演练 他们所有的编组都可以完全来配合 也可以很顺利的来完成 那缺失的缺失的部分就是 有可能就是他们每一个编组的流程 只适合遇到火灾发生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去结合 可以更好地去结合 不是因应演细而演细 所以更要考虑到实际发生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运作 长照机构这次进行复合型防灾示范演练 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密集操演 前后动员社区与机构共50多位人力 并邀请其他生肠日照中心 儿肇中心共99个单位观摩 希望能提升所有安养机构人员的防灾应变能力 让住民与家属都能安心 记者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